我们每天都在拓展各种可能 其他人投入太空的冷真空 或潜入海洋底层 我们则跳进了看不见的奈米世界 先抛开我们感官上所察觉的尺寸 我们缩小十倍 然后再缩小一百倍 一千倍 一次又一次地缩小到百万分之一 最后接近十亿分之一米 欢迎来到奈米世界 在这里我们建构并协助别人建构非常强大的微小物体 像是罗机晶片 而这是3DNAM记忆体晶片 它是一整座有原子建造的城市 那么我们是怎么建构出这么微小的东西呢 在这里环境是极端的 我们在这外星环境使用压力和温度雕刻和形塑 电浆云将离子加热到比太阳表面更热 随后落下分子 按一颗颗原子建立结构 锡被转化为更具效率的电子导体 轰击破坏 然后再瞬间修复其晶体结构 大幅提升其导电能力 现在我们一层层建构 这个结构很快就会成为数十亿个储存单元的家 我们进行沉积 移除和改制材料 拨去沉积物 露出的巨大楼梯 最终将为我们的原子大都市带来电力 接下来我们准备钻孔 但是没有够小的钻头能进行这项任务 所以在这里我们用离子来钻孔 我们先开始钻入保护映照 然后检查孔洞 以便完美对齐 然后我们向下探钻 因应每一层调整我们的制程 我们将气体转换为固体 借此沉积分子 直到孔洞填满为止 最小的缺陷 也会让整个晶片暴飞 我们向下 向侧边10颗 只去除特定的材料 误差只有一颗原子的厚度 10公里长的金属 现在沉积在单个晶片上 让电力一一流向数十亿个储存单元 其中需要8个用来照亮这个捍卫银河系机器人眼睛中的一个像素 我们持续拓展各种可能 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变革性的技术 塑造一个更智慧 更安全 更永续的世界 任何想象得到的事物 都从材料工程开始 无论你想象什么 我们都能够想象如何在奈米世界中建造 我们在这里工作